第30届金曲奖颁奖金丽将在29号隆重登场 典礼的颁奖人名单也率先曝光了 今年将请到歌手卢广仲跟王彩华搭档担任颁奖人 要共同颁发最佳台语男歌手、最佳台语女歌手 以及最佳台语专辑三项大奖 人人两个人曾经在戏剧还有电影当中饰演母子 培养出深厚的感情 如今合体颁奖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也令人相当期待 歌手卢广仲和王彩华过去曾在电影中 饰演母子对戏默契绝佳 睽違一年多两人将再度合体 担任第30届金曲奖颁奖典礼的颁奖人 这回两人要共同颁发最佳台语男歌手 最佳台语女歌手以及最佳台语专辑等三项大奖 而过去曾影专辑五群五包比 入围第22届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奖的王彩华 这次要再登上金曲舞台 为了有完美表现 他计划节食瘦身 接到邀约时 更一度兴奋到睡不着 同样以歌手身份担任颁奖人的卢广仲 在去年第29届金曲奖上 拿下年度歌曲奖 以及最佳作曲人奖 还双料入围最佳作词人奖 以及最佳单曲制作人奖 相当风光 尽管今年没在入围名单上 但能够担任颁奖嘉宾 沾沾入围者的习气 卢广仲说他希望回家写歌 可以更顺利再拼下一届金曲 到时候哪一位入围者的名字 会从卢广仲和王采华的口中念出来 成为本届的台语歌王或歌后 也让人期待 记者 宗博导